今天是10月11号 说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涨幅度的震荡 盘中啊 券商股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跳水 那么这个盘面接下来会怎么走 市场的焦点 重点在哪里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这个盘面看不懂的 只是听 大家看 今天的这个指数啊 可以说有意思啊 早盘高开 你要迎来一波跳水 但是跳水马上就起了 全天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整体上波动不大 那么高开的原因 大家应该知道是因为券商的利好 但是券商却走出一个高开第一走的走势 从技术方面来看 今天属于一个小幅度的震荡 上涨的上阵是1059 跌的是998 感觉涨了多 跌了少 其实 在这个位置的大家看 今天再次收了一根十字心 我在昨天前一天就跟大家说过啊 这个位置你也不用太过纠结啊 轻指数 中过股 对吧 大概率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震荡 以后或者说是 盘中有急刹急跌 寻求支撑 测试一下下方的支撑 但我觉得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啊 哎 股在这个位置大概率会是一个底部 所以啊 盘中有低点 有急刹低点 尤其是刹到三千点以下 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第一期潜伏的 后期在这里 我觉得震荡后 反弹的概率是很大的 目标维持不变 60天线 这个位置不变啊 然后 这里要注意啊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长阳 继续进攻 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周末出利好的情况下 这里随时有可能爆发出一个中阳大阳进攻 那么奔着上面的高位去突破 这么一看的话 今年的吃饭行情啊 就开始了 就最后一波吃饭行情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今天板块可以说啊 让人无语 对吧 看前排 仪器仪表 中传性 风电教育 涨幅居前 但是这些涨幅大不大 不大 对不对 一个多点的 仪表啊 这个找了三个点 其他都表现一般 然后 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龙头 再看一下前泡牌 接着最惨的酒店餐饮 拼多多啊 国家打击金 其实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 尤其是酒店餐饮这一块 你想昨天上涨 今天就被涨了 对不对 如果你去追高啊 尤其是昨天这个高位追进去的 今天这个位置很尴尬 很难受 你到底要不要勾 好 你不勾 下周再跌怎么办 对吧 你勾掉了它来一个仿包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时候很尴尬 我一直强调大家 追高要谨慎啊 目前这个盘面 板块也好 个股也好 是吧 持续性 持续性 最好的是医药和这个数字经济这一块 那除了医药数字经济啊 其他都表现的比较一般啊 操作难度比较大 很难有持续性 所以去追高 还是要谨慎 我们从上午的盘面 到下午的这个走势 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全天的盘面啊 感觉就比较稳 对吧 没什么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但是如果你看下这些涨停的啊 呃 板块 你就清楚了 市场缺少了什么 肉点 所以啊 大家积极性不高 大家看啊 今天的涨停票最多的是哪一个啊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多少 八个票涨停 对吧 其实就是光服八个票涨停 这两个板块最强啊 还有一个就是军工储能 对吧 军工储能涨服票也比较多 那么这里怎么理解 可以说啊 就是一个混战啊 说真的 教育这一块是超预期上涨了 大家看啊 它整体的走势 底部四个大阳线进攻 其实它是跟随啊 数字经济上涨啊 这一波很多是叠加的数字经济的 那它的走势比数字经济感觉还强一点今天啊 那从技术方面说 这里怎么理解 大家看它是不是一个中长期的底部 这里放量 马上走 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量能啊 相比起这个量能有所欠缺 但是大家记住 这里红盘震荡啊 走高 已经逼近前面的这个压力位 那随时来一根放量的大阳线不就突破了吗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这个方向大家是要重视的啊 如果放量突破以后 它就进入了一个主升浪 加速的阶段 当然也不排除说 在这里调整后再次往下回踩 这也是可以的啊 并不说不行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节奏 但整体往上走的概率是偏大的 教育这个方向 市场有一次核心票 龙头票 就是竞业的啊 说实在这个票是多热门叠加 教育也好 数字经济也好 国产运气也好 反正是多个热门叠加 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走势 大家看 16块钱启动 现在多少 45了 再涨的一个涨情就翻了 两倍 三倍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票走出来超预期的走势 是近期的最流的一支票 但从整个的盘面来看啊 这支票我觉得有特点 其实你就在这个五五均价线这位置做低息做潜伏的话 是很容易吃着肉 甚至吃着大肉的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操作起来大家要注意 当然啊 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我们说的什么 我们说的概率 为什么说概率呢 我们看一下后排啊 这个方向 这个多支票是属于一个跌下跌的 比如说啊 像蓝天信息这种啊 还有在国卖科技这种 对吧 高位的 然后一旦做错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损失很大 对吧 你也去刹跌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一定的概率 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预算啊 就说做错了 你该怎么办 做对了 你该怎么办 好 除了教育 再一个就是光伏了啊 光伏今天说真的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超点反弹 如果你去参与光伏去参与追高的话 很容易高位暂时站岗 这个位置的光伏啊 上方有压力 这个位置的压力 一旦算过不去 那不好意思啊 再次回彩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光伏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光伏概念 你看 个股比较活跃 很容易出流股 出腰股 大家看一下今天有多只股票涨停 关键是光伏有一些低位的票开始走下了 开始涨停了 所以这种票对大家要重视呢 目前表现最好的是中庄啊 建设 对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票出现底部的放量二年羊 那么像这种票就应该重视的 他是不是或者说一波强劲的一个反弹呢 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市场的一个新的核心 新的龙头呢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是需要留意的 他有没有一个弱转强的一个走势 在整个盘面来看啊 这两个方向 我觉得 除了教育啊 光伏只超级反弹 大家是在追高要谨慎 当然啊 近期我一直强调大家的军工要注意 军工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找出了一个 是吧 赚钱相应比较好 其实这里的话 属于一个震荡红盘 震荡红盘 但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这个位置啊 确实是不太好把握 他上的话 面临上方高位的压力 下的话 感觉又有资金啊 去抄底 是吧 最近比较活跃 所以大家操作起来还是要注意 但是这个方向个股很活跃啊 大家看军工这个方向 今天多数票涨停 但我们从技术方面 是不是发现了 中传系很强势 其实真正的核心票是谁啊 万方发展 对不对 尾盘拉涨停 但是看一下他的一个位置 属于一个反暴吧 对于这种票 我在前面就跟大家说过啊 我说这一轮走势 他应该是没走完 他可能会有一个 第一波 他涨了一倍 他可能还会有机会 对吧 涨个两倍 甚至三倍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可以逢低去关注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低点 去做一个低息的话 想想 是不是很美丽 这就是一个大长腿啊 大家是不是 像这种方向啊 大家就需要留意 但整个盘面来看 市场的这个 力动啊 就是说市场的那个分化很严重啊 大家操作起来还是要谨慎 储能 再是有多支票涨停 其实储能是我相对看好的 他跟光伏要区别对待 当然整体来看 他也跟光伏的走势差不多啊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也是存在的一些 一些窗位控制啊 就说在这个位置出现高位压力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去追啊 他放量突破以后啊 才考虑啊 才考虑 所以现在的话 轻指数中个股 储能这个方向个股也是很活跃 容易出流股 出妖股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大家看 今天多支票涨停 但有诞生的一些高位票 对吧 一些流票 比如说世家科技 今天开盘弱转强 继续加速啊 像这种票的话 他就面临前面高位的一个压力 这个位置的压力 能不能过 对吧 过去了吃肉 过不去的话啊 哎 冲高回落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 是需要留意的 从整个今天上午到下午一天的板块强度来看 是主线缺失的啊 就说没有主线 那这些反弹的 比如说像光伏啊 军工啊 储能这些只是说是一个轮动反弹 所以操作起来 难度比较大 大家去追购 还是要拼谨慎 我们看一下后排 后排的话 跌的最多的酒店餐饮啊 拼多多 其实这些是昨天涨的 前天涨的 今天去跌了 从整个的板块情况下 跌幅也不大 我们现在就注意啊 市场现在分化很严重 做对了 容易吃大肉 朋友们啊 做对的话 容易吃一波大肉 那你像 呃 蓝天 呃 像那个 万方发展呢 敬业达这种 是吧 做对了吃大肉 但做错了 哎 不好意思 吃大面 像谁啊 高斯贝尔 国脉科技 这种对不对 如果你做错了 那你就吃大面了 同样的道理啊 大家看 他是昨天 是吧 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今天直接跳水被砸跌停 但是大家看一下 万方发展 是吧 昨天差不多走市 但是人家属性的一个反暴 所以啊 选择不同啊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只票 那我恭喜你啊 是吧 吃大面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分化很严重的情况下 比如说啊 操作起来 大家一定要拼谨慎 一定控制好这个窗位 大家看 今天后排有多只票是跌停的 甚至大跌的 但是这些票的话 基本上都跟近期的热体也有关 对不对 几乎都是近期的热点 所以啊 在这里出现补跌 补跌 我觉得下一次啊 有冲高预期 有反抽给的跑路机会 但是你要注意啊 不能轻易的去追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排啊 前排的话 目前有多只票涨幅啊 在10个点以上啊 大家看一下 大概在60只上下 但是 涨停的票确实是不太理想啊 很多是首版的 很多是首版的 真正有持续的啊 就比如说 像这个前期老幽谷啊 大港 对不对 这种 但是整体的这个量能放的很大 所以它操作起来 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低息博弈啊 为主 从今天整个盘面的走势来看 市场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上面啊 高位票 一个是万方发展 一个是今年党 其他票表现就比较差一点 所以操作起来 风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 一旦做错了 连续杀跌啊 像刚才说 拿进信息这种 对不对 你在这个高位置 如果进场的话 那不好意思啊 连续三天大阴杀跌 杀了你 是吧 丢亏气甲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家如果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入场的 你想想 亏的是一塌糊涂 大觉是不是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